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天有三宝 日月星 地有三宝 水火风 人也有三宝 精气神 太阳对我们人类的影响很大 它补育万物 月亮对我们的影响也相当大 它的引力能把海水吸起来 所有的物质间都有吸引力 这就是万有引力 生命界也是如此 我在吸引您 您也在吸引我 所以修道的人就要了解天 地 人对我们的影响 顺其自然 不真缘之气 太阳系的行星从明王星 天王星 海王星 一直到水星 木星 土星 火星 金星 它们对我们的引力有多大 其实是非常大的 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它们运转的位置 对每一个出生的婴儿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决定它的能量场 影响它的遗传基因 我们的古人用一套办法来表达 这就叫生辰八字 生辰八字的道理在哪里 就是它在出生的时候 天上日月星的位置在什么地方 这是星体间产生的引力波 互相作用 就产生了一种类似星系的漩涡能量场 这个能量场被古人叫悬空造化场 它自然会在这个婴儿从先天到后天 从娘胎到世上的刹那造化这个人 产生特定的作用 影响这个人的许多方面 在古人来讲 这就是所谓天人感应 天人相应 天人合一 而修道的人可以反先天 慢慢地也就能感应到这个场了 也就了解了 了解了就会相信并且顺势而行 这就是所谓顺其自然 道家理论说 悬空造化场里会产生一种 对生命界影响很大的能量 古人就叫生气 这个生气就是我们需要的能量 这股能量主要补充我们的元气 补充我们的真元之气 我们要是离开这个生气就没有元气 光靠吃东西那远远不够 所以古人讲上天有好生之德 就是说我们人人不能脱离日月星 修道的人当然更不能脱离日月星 只是我们从被动的接受可以达到主动的修补 这又上了一个境界 生命的品质更高 可是很多现代人他接受日月星的生气 补充他的元气的时候 接受得非常有限 这里面一个是时间问题 一个是方法问题 什么叫时间问题 因为古人无不适天一黑 不点灯就睡觉 夜里也许两三点就醒了 醒了就修行 这个时间当然高效接受生气补元气 因为天一黑到夜里一点钟 是我们每个人生发气血的时候 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晚上看电视 聊天 喝酒 总要弄到十一点 十二点 甚至于一两点钟才睡 甚至于有三四点钟才睡的 所以就得不到生气的补充 日子长了自然亏了元气 气色不滑 还每期名曰亚健康 不过就是全身的能量水平太低嘛 你看小孩长个肯定是天黑到夜里一点钟长得最快 妇产科的护士大夫都有经验 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到稻田里头看农作物 夜里都能听到麦穗长歌的声音 但准在一点以前结束 过了一点就静悄悄了 噼噼啪啪的声音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的人因为睡得太晚脸色不好看 一看电视就看到凌晨一点 已经错过了生发气血的时间了 也错过了悬空造化场 以生气补元气的最佳时机了 天与扶取 反授其咎 天有好生之德 你不要 那有什么办法 只好遭殃 所以扫税非常重要 人体缺乏气血 能量不够 制造出来的组织细胞就是半成品 结果健康细胞变成了癌细胞 真是没话可说 关键要开窍 修道的人远不止这么被动地接受生气 修道的人可以开窍 开发人身上的窍门窍点相当于安装了信号放大器 不但能接收到天的生气地的地气 还能接受到人的人气 修道必定要学会开窍 全部修道不过就是修一个镜子 心静意静 但修静的方法是什么 静修的方法就是开窍 就是学会开窍 但是开窍这件事古人叫千圣不传 为什么不传呢 过去的说法是避免传给非人 非人当然不是指鬼神或者畜生 而是德行修养不好的人 所以要慎传 免得传给了心术不正的人 真要修道必先开窍 人身上有无数接受宇宙自然生气的地方 也有接受社会生灵人气的地方 比如凡是骨头连接的地方都能接受天的生气 也就是关节都能接天的生气 我们身上的这些窍不但有接受功能 而且还有发射功能 就是说还能发出气来 但是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 修道常用的窍位 它和经络学上的穴位是不一样的 二者有相当大的差别 不要搞错了 而修道要开的窍 窍则多半与人体产生激素的线体有关 接天气的四窍 顶窍 翼窍 神窍 总窍 大体上我们修道常用的有九个窍 这九窍可不是穴位 它们大都跟人体里的激素 以及激素所在的线体有关 比如这里四个窍集中在脑袋上 这主要是接天的生气了 这四个窍 一个是顶窍 然后是翼窍又叫上丹田 第三个叫预诊窍 又叫神窍 注意啊 可不是预诊穴 还有一个呢 叫总窍 是非常重要的窍 也叫泥丸 这个就是有些道书上说的泥丸功 实际上是人的脑垂体 通管我们的内分泌 可以自动调整我们身体的各项功能 就人体激素分泌而言 它相当于中枢 它就像花生米这么大 但作用很大 所以这个又叫总窍 这四个窍是接天气的 或者说接生气的 前面我们讲过 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接宇宙天体的生气 天人是合一的 天人是互相感应的 人类是离不开天体的生气的 你能不能进入修道的殿堂 要看你能不能大量高效地接受天上的生气 打开这些窍 你才能大量地接天上的生气 我们多数人这四个窍都相当闭塞 不是充分在起作用 所以必须要打开 开窍才能修道 开了窍 当然能够身体好 气力足 才能脑子好使 才能长寿 甚至于开发我们的潜能 然后我们还要能够接受地气 我们知道地下的磁场是有脉络走向的 我们把房子盖在这个地脉上 磁场就好 盖到那个地脉上 这房子就不好 过去说烟宅 洋宅 看风水 找龙穴 就是找地磁场 所以古人认为 风水对我们一生的命运 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甚至于子孙后代 对三代子孙都会起很大的作用 地气和天上的生气 有什么区别吗 其实一样都可以补充我们的元气 但是地气跟天上的生气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它不像天上的星体 高悬于太空之中 它在地表上 所以有个奇妙的特性 这个特性是什么呢 就是遇风则散 遇水则聚 水把它包围住 截住它了 就把它给留住了 遇到风 它就散了 因此民间管它叫做风水 这是它的特点 其实它正式的学名不叫风水 它叫堪鱼 堪是天道 鱼就是地道 民间俗称为风水 因为这种地气 遇风则散 遇水则聚 好了 由于时间关系 剩下的五窍 小万将在下期节目 为大家介绍 我们下期精彩继续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